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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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呀 今天呢我就想说可以改变一下 森林鸡汤的形式 帶大家去探店了 然後呢一边分享一些小美食 我覺得好吃的东西 一边跟大家聊聊天 但是呢今天有个 小嘉宾哦 所以会跟他一起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啦 他现在已经在里面了 我们去找他 哈啰美妮 哈啰 你们可以帮我浇一杯水啦 欸我的签包怎么在这里啊 我们的食物到了 我们叫的是阿里奥 然后我们先吃 再回答 有点饿 我要说一件事情 很吃第一口 哈哈哈哈 就是写了中国 他们这样做完了 嗯 有点 我有点 不够辣 那不是我跟你讲 四次五次的这个口 可惜 要代表他变味了 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 这是哪一间店 吃饭了吗 吃饭了 我们来选一题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 对于无缝衔接 你有什么感想 可能有些人是爱情来的太快 可是有些人是真的无缝衔接 就是 分手前 就已经有在一起了 如果他是分手后 遇到 你会有什么感想 因为我是那种属于 会一见钟情的人 哇 这么刺激 也不能怪那个人无缝衔接 因为就是 可能他就是 分手一个月遇到 然后觉得好像不错 所以马上就在一起了 一个月后算是无缝衔接 对我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会分开会在表情 不爱了 也没有办法管彼此的生活 这样如果 分手马上在一起 这样还一定之前就有啊 就是 在他还没有分手前 他就有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才会跟那个前一人分手 就是这种 叫出轨吧 是 他是出轨 假如好像你男朋友 跟你已经冷淡了三四个月了 可能那个期间他很挣扎 到底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那期间还要看上他的 喜欢上的人 嗯 可是他还没有跟那个人在一起 也没有跟那个人暧昧 但是 之后啊想清楚要跟你提分手 然后再跟那个人在一起 你ok吗 这样我ok 已经冷淡期很久了 这样我ok 这样我ok 就我也是可以 因为至少不是彼此都还 还在相爱的状况 然后突然 诶 你会去跟别人在一起 对 这样我再问多一个 假如 你男朋友 也是一样冷淡了 过后 他发现他自己是同心 是同心 你怎么还会做 是同心练的话 你会接受吗 这不得不接受吗 如果他在事前就有一些 即将有一点那种 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他是 他还想对你很好 可是 对你的好 已经不是那种 情侣的爱 是姐妹 对姐妹的好 他在期间已经发现 他自己是g 然后他还要跟你讲分手 然后马上又跟 他的真爱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 性向是本来就天生的 所以 也不能怪他 还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还是要接受的 对 我的话 我会选择接受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来 他找到他自己 自己的 真爱 OK 如果 你知道这个人 不可以跟你走到最后 迟早会分开 你还会跟他在一起 这个状况是我真的觉得 我有 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知道他不是我最后那个人 但是我还是会想要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是那种活在当下的人 OK 我会觉得说现在开心就算了 不要去想 把我知道他不是我以后想到的那个人 可是如果他真的把你当过英后人 那种活在 我都会 哈哈哈 其实我们互相都知道 我觉得 就是有一个 大概的公司 就是 就活在那个moment里面 对 就是只要当下开心就会好 我的话 如果我跟这个人不走到最后的话 我不会浪费时间 因为我觉得 他连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你要跟那个人的身边的朋友 认识 然后你要跟他的家长见面 然后一堆做完这些流程 然后 然后还要稳定些 然后我就觉得 很麻烦 很麻烦很累 所以我会 我会 我会马上讲分手吧 就是我觉得 OK 就是 当下开心 是比较重要的对我来讲 就算我知道你以后 不会跟我在一起 我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他的问题是 他的问题是 如果那个跟那个人 没有结尾的话 没有结尾 就是 看你是什么人啊 看你年龄在结尾 看你有没有资格跟人家分手 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不是不是 是因为 OK 我觉得每个年龄想要的爱情都不一样的 四五年前我会觉得说 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不一定要结婚 如果我下一个遇到 我就会想要找一个 我也不可以结婚 看你想要是怎样的爱情 尝试不同 每个人 可以这样讲 的恋爱 我觉得 是我 呃 是你还蛮想要的 是我蛮想体验的 是我蛮想体验的 朋友感觉都蛮想 可恶 可恶 你去看这些人 那年龄有没有够资本 去看你自己想要怎么样 对 对 我们现在打算离开去下一个 喝水的地方 刚刚我们吃的就是这间 现在来try这个 超多植物的 好漂亮 真的 看一下还有什么饮料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 都是一些 绿子 我觉得你会很喜欢 但是呢 这里 没有什么座位的 等一下我们的饮料掉了 你的 掉了是什么 你的是什么 我的是 抹茶铁 吃什么 巧克力 出去说 就是里面的巧克力 推荐吗 什么 你太整理了 她没有不好喝 然后 然后 跟巧克力混在一起 太浓了 是不是 她是 如果我有一点好喝 她是好喝 不是 它太重了 嗯 我覺得醉醋太重了 我倒奶味很重 保持微笑 不要太眼力 我們叫了一個 Matcha Brownie 多少星星呢 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分量 嗯 不錯喔 蠻不錯的 好吃喔 很不錯 7塊錢吃的 它不是那種 很甜很甜的那種 這個 我可以欸 而且它不會太濕或者太乾 可以 我們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 然後有講過要結婚 可是它心裡是 它該怎麼辦 它該怎麼辦啊 哇 我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我其實有蠻多朋友是這樣的 嗯 然後 其實 我知道我很多朋友啊 都會覺得沒有未來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我生就沒有未來 一般也是豬肉的問題 那然後一般也是可能要 你要進回家 要抱頭 什麼東西 不能回家 那 沒有結婚了 哈哈 沒有 我認真的就是 如果你們是在一起 離陰 那就沒有去拿那張紙 這樣就可以了嗎 不可以吧 我是覺得 如果我夠愛它的話 我可以啦 對我來講 吃豬肉不是一件 必要的事 對 必要的事 從教那些 好像 對我來講也沒有 太大的影響 說到底還是看你自己的 對喔 看你願不願意去改變 只能這樣喔 可是我覺得 他會問這個問題 就代表他不能解決 是不是 好像是 我覺得你已經心裡有答案了啦 你就看你自己 夠不夠愛啦 世界上哪個也不愛 哈哈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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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能力比男友強 可是男生方面 就覺得 我賺到這筆錢就夠了 我沒有必要賺更多的錢 我覺得齁 如果是我啦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的另一半 賺的錢比我少 我覺得他賺錢比我少 不會怎麼樣 可是他如果 上進行的問題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上進行 但是他也不是沒有 我剛剛斷劑有點 沒有上進 哈哈 可能他男朋友 不是沒有上進行 只是他覺得 我賺這樣的錢就夠了 為什麼我還會去賺更多的錢 因為我有朋友確實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 你投降什麼 沒有 我沒有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是三關的問題 這真的是三關問題 你覺得這樣子的錢不夠 他覺得這樣子的錢要夠 那你們就要 我覺得 溝通咩 溝通吧 這還是溝通的問題 而且就是還一個人 從頭到尾就這樣 叫人家分手 有用嗎你 對我來講啦 我覺得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想要 然後我們以後一起好 那他會更努力的 結果賺更多錢 對 來維持我們的生活質量 嗯 嗯 生活質量 可以跟你講嗎 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我 我曾經經歷過就是 我比另外一半的經濟能力還要好 可能短時間不是問題 可是長時間他會覺得說 有時候吃飯你出錢 去玩你出錢 給一個錢的時候長時間 他是會自己自費 然後會把這些事情放在心 放大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欸怎麼你這樣子做 你是不是看不起 嗯 嗯 這種東西其實看轉 它不是問題 可是看長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大問題 可是主要還是看 對方的人格 然後你們的溝通吧 磨合吧 我覺得你要去跟他 拿一個交道 不要講那麼多 不要講那麼多 哈哈哈 OK你覺得分享遇 這件事情重要嗎 重要 很重要咧 因為他這個人就是 他很努力在分享 可是另一半 對他分享的這件事情 很無感 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也不想知道 你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OK 可能有時候 另外一半 分享遇太強的時候 嗯 太多吧 太多的時候其實 是會累了 所以另外一半 但是當你愛他的時候 你還是會假裝去補眼 哈哈哈 如果是我跟長永來講 嘞 他分享給我 我可能看過我沒有回 但是我 會在意 他有分享這件事情 就是他還是願意跟你分享他 對 可能這是已經 老夫老妻那種模式 是吧 我覺得嘞 你們是不是已經進入一個成熟期 就是 你分享給他 他會覺得 他看到就好 他也不會回那麼多 不是我的話 我是這樣啦 我還沒有經歷到這個階段 OK 不好意思請你努力啦 然後一直在熱戀期 sorry 每一段都在熱戀期 我覺得分享 因為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因為 比如說 我今天看到很多東西 沒有看到東西 那 我今天跟我東西跟你分享 很像是 我們兩個都一起感受過這個東西 我沒有在你的當下 但是你分享給我 那個時刻 我們是在一起的 可以的 對不對 啊 一百分 有些事情回答 對於我們來講 不是一個重點 但是分享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yeah 我們呢 現在來到了 小Jana Hijo 想說來這邊 逛逛 上上星 這邊是我第一次來 我每次看他們來 我就覺得這邊很漂亮 我曾經在那邊拍過MV 什麼MV 你不知道 那首歌不出名 講一下 我也忘記了這首歌 喂 你這裡的MV 我想要等你 每一個早晨 每一個風景 我的天啊 這裡真的太漂亮了吧 太可愛 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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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很可愛 喜歡被魔兜兜的 跟你 抱抱歉 妳太近了我不可以 放大 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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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冒 我們終於找到我們要的點了 走一段路才走到這裡 我好累喔 減肥啊 當作 來 再唱多一次 Can we skip to the good one? 欸 你剛剛打我 你還好意思過來 欸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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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 這沒有禮貌 嚇死了 我們這邊回答了兩題 你喜歡的人把你當成sister brother 可是還要怎麼去點破這個情況 然後很尷尬的是要怎麼 不尷尬 不影響友情 你點破了喔 但友誼會變直 其實他對你有沒有感覺 很容易感覺得到的吧 可是你們平時就是那麼好喔 像那種青梅竹馬 這樣每天很friend啊 很brother sister 這樣就甲甲喝酒喔 他沒有表示出他喜歡你 這樣你就說 沒有啦 我那天晚上喝醉了嗎 開玩笑了 對啦 晚上就等女人姐是一樣的 哇 等一下我想一下啊 很難耶 因為通常以我的性格來講 我也不會喜歡 一個在一起 就是這樣認識你 十年那麼好的人 就是你叫我去喜歡裴勇那件事情 然後 你明白嗎 裴勇看到這些為什麼要 不是你不好 是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這樣我們沒有幫到他也怎麼辦 有啦 你有幫到他 就是好久囉 就是趁有醉意的時候就 暗示暗示提示提示 嗯 交了男朋友要怎麼跟家人說 太一成年 我覺得這種就是剛 就直接講而已啊 我覺得我們兩個的人都是屬於會直接講的 是喔 我有男朋友了 就是這樣簡單的事情 你想讓家人發現有一個方法 就是讓他一直載你 喔喔喔喔喔 就是我跟誰出去啊 我跟誰出去啊 我跟誰出去啊 以前我的第一人來載我 然後我媽媽發現這樣 就是他平密的載我這樣 沒有啦 通常我會跟兄弟姐妹講 通常你跟姊姊講喔 姊姊就會跑去跟媽媽講啊 嗯 哈哈哈 喔我今天有菜場友 我怎麼會跑線啊 我這樣子 咪咪我他家是朋友啊 我的朋友啊 我是這樣子的人 我的朋友 可能他不是我們這種人啦 不是我們這種人 可是 就直接講罷了囉 我就已經成年 就沒有什麼好害羞 如果你父母親不反對的話 那就 嗯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韓國餐店 我們還有一個油膩大叔嘉賓 欸 他今天發生什麼事 今天頭髮失敗了 他現在在研究各個髮型 然後今天剛好 對 我沒有炸心十分 沒有這樣子就好 剛好今天我就失敗了一天 嗯 呀你不要這樣子啊 好可憐 然後呢 我們今天來的這一集呢 它叫Shin Korean Restaurant 我是看美穎介紹的這個 豬骨湯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都在韓國了 最愛吃的就是這個豬骨湯 真的很厲害 我希望他跟韓國吃一模一樣 超棒的 我們剛剛的豬骨湯沒有 我們再點了一個 他老闆娘講很辣的雞肉麵 雞肉飯 雞肉飯 天上 討厭 不知道要來多一次啊 欸各位我上一個影片下了喔 你們可以去看多一點錢 走開 怎麼呢 請問Susan 如果我懷孕娘怎麼辦 你嗎 打掉吧 你的經驗不太好 怎麼確定 你的另一半是可以跟你過下半生的人 哦 比起歐很適合回答 比起歐到我這個年齡 應該會感情很深厚 我覺得他很依我 哎呀 怎麼你在這裡 好可憐 以我的派我是覺得 跟那個人在一起是開心的 然後會笑 就是那個生活是快樂的 然後再加上 他是 有先放的 有在賺錢的 有在過生活的 有在過生活的 放盡心的 還有一個東西 什麼 這樣如果我跟我另一半 只有坐下才開心呢 平時都不開心呢 平時都不開心 OK 55 我覺得 我覺得主要是三觀是合的 一場 哦這個也很重要 對 可是我覺得 過開心代表三觀就很合 嗯 主要是有 有擔當的那個 那個 另外一半是有擔當的男生 嗯 他就不會讓你開心 嗯 你需要跟我告白 有什麼玩 我覺得顧家男人也很重要 對 對 不是 真的 你們講就講 不要穿XXX 好 這個 我覺得他是 他跟他男朋友 算是遠距離 但我覺得沒有很遠 他就一個小時的路程 他是他男朋友 我要翻桌 真的 他沒有肉體出軌 OK 不要問我分手 對 我也是不可以耶 我覺得 我覺得會出軌 不管你原來煮幾次 他還是會 對 沒有他 沒有他重點是什麼 他是肉體出軌 他的心靈沒有出軌 沒有 就是出軌啦 不管你心靈出軌 還是肉體出軌 我覺得肉體出軌 比心靈出軌 還更加嚴重 因為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是的 那肉體出軌 不是代表自己是失 ayuda 真的 沒有他 Murray 喔 Oh sorry 這樣他就適合單身 然後一直起也 對 人家裡 人家裡 有辦法控制自己 這樣如果他真的 真的愛那個人的話 他就不應該傷害他了 嗯 聽到嗎 小孩 我覺得incrente的次數 就是0和我數次 問他幫過 你不要原諒這種人 口 沒聽到的嗎?小孩 情侶到底要像親情還是愛情? 我覺得一開始是愛情 久留之後就是親情 你在你親情的時候 你要找回一點愛情的情侶 對!這也是我的答案 不然你在親情的時候 你早不會做愛情的事情 就是做XX 好啦!其實你找的也是蠻重要的 你要找回激情嗎? 你要在親情裡面找回愛情 不一定要做XX 就是慢慢會發生到XX 你可以做一些你們 愛情的事情 愛情的事情沒有錯 就是一些會讓你們有愛情的火花 愛情的火花 然後心臟會不動不動一下 那種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是 就是要給你們自己有一個談戀愛的事情 你不能一直都是像家人這樣 就算你們住在一起同居 還是要找一個時間去 合理 哇!比起二點這樣很懂咧 談過很多分 總結就是前期是愛情 後面會變得親情 但你要在親情裡面找到愛情的感覺 剛剛老闆娘講我們的豬骨湯又有了 YES! 噢! 快快 但是呢 剛剛點的那個豬骨湯 它已經來了 因為已經做好了 來我們來try try看 剛起幼加了我一個 講藥醬 你還會黏住 你試試看 這樣不好就貴一點 這樣有醬油啊 真是 它的蛋很香 我剛剛try了一口 是不是 它蛋好香喔 而且是辣的 嗯 我們講涉量湯 我喜歡燙湯的東西 很危險 這樣我有一個東西滿燙的 我也是想要這樣 跟你們一起出來都會玩一條 哇! 這個很香 很香 都很香 喔! 各位來喔來喔 似乎來喔 喔! 來了來了 我們來try這個 攪一下 跟我在韓國吃的不一樣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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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是很好的 它肉是弄到 弄到不行 可以弄到不行 可以弄到不行 老白先生 哇! 後尾巴 入口即化 湯 不用可以弄到很重 花肉 哇! 100分真的 嗯! 這個湯 我還好 對! 我還好 因為它很吸飯欸 各位 現在才有 換這個鏡頭像 我們 OK! 你現在按就麻 OK了 好欸各位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啦 超好吃的 不是不好吃喔 是不對我 你們的胃口 不好吃 如果你們喜歡 以這個方式來拍 森林雞湯的話 在下面留言給我 記得喔 今天影片到這裡啦 各位 掰 掰 喔!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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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